圣经的话没有错 忍受誓愿的人有不了 因为他们必领受生命的冠冕 但是当试炼来到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神的动机永远是美好的 试炼来到 你不要忘记 神的存心永远是良善 上帝从来没有存在偶遇对待任何一个他的儿女 上帝从来没有存在破坏性的 撤毁性的动机来把苦难临到他儿女的身体 请你千千千万记得这件事情 当你受苦受难 四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让撒旦唆死你 闪动你 以至于你的口误将冲去得罪上帝的话 因为就在那个时候 神要看你 是不是做一个圣灵的恩 撒旦要用你 做一个背叛的恩 那个时候你只能对着 主啊 你关闭我的口 是我不讲 我不应该讲的话 主啊 求你又是我的心 是我不想 我不应该想的事 又不跟他的太太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 一对的棒 这个在我面前的一对的 这个例子 尤巴最艰苦的时候 口不发一言埋怨上帝 但尤巴的太太说 你丢掉他算了 你敬叛了上帝 为什么让我们受降了 尤巴说 你不要像无知的妇女 你不要用你的眼力来得罪上帝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他的名字应当称颂 这就是两种基督的写照 一种在这四天痛苦的中间 不肯开口路骂上帝 不许以撒旦用他成为撒旦的见证 无论如何 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 所以孩子死光了还开赞美会吗 孩子死光了还开一个送赞主的聚会吗 是 尤巴说我一定如此 我的口不能入骂上帝 我在试验的时候要忍受 然后我要送赞他 主啊你做的一定没有错 虽然我不明白那是我的事情 我不明白一点我不够自会 我不明白我现在没有办法想通 但是主啊 你对我永远没有错误的动静 你从来没有害我的念头 你对我所行的一切 事实上一定存在良善的意念 存在超然的意志 存在我不能明白的动静 是有一天你必先明给我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这里所的人受失恋有负了 因为他们必得到生命的冠冕 请问又不知道现在多少年了 如果以摩西同时代是三千五百年好不好 请问这三千五百年哪一个教会特别讲优伯太太的 哪一个基督徒失恋优伯太太的 我告诉你 我特别对妇女讲几句话 女人很注重感情 很注重感受 很注重感觉 我不是强调你这样你就对了 我是强调这就是你的弱点 当许多神所做的事情 你实际上想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感受当做真理 来对上帝法援言 那如果你走幽伯的太太的路 从今到三千五百年以后 没有人要纪念你 但是这三千五百年来 一提幽伯人就尊敬 一提幽伯人就纪念 一讲幽伯很多人受苦力 为什么 因为他有生命的冠冕 他生命的观念是哪里来的 因为他经历试炼的时候 他忍受把荣耀贵给主 赏赐的是耶稣 收取的耶稣 他的名字应当成熟 让我们修习 用对神的认识 对神真理的信仰的肯定 去得胜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感觉 我们没有圣化的感情